为了防范中共的网络间谍 澳洲国防部长史密斯在访华前 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留在香港 澳房长在访问其他国家时 很少采取这种做法 这种罕见的反间谍防范措施 被澳洲媒体解读为 在这趟友好访问的表面下 澳洲对中共有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 史密斯6月6号出席澳中国防部长 首次举行的双边对话 与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会晤 双方就中澳双边和防务关系 地区安全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 法新社引述澳洲费尔法斯报纸的报道说 由于澳房长在此之前的访问中 手机和电脑曾被入侵 因此在这次访华前 史密斯及访华团成员都被告知 在进入中国大陆前 要将手机和电脑留在香港 史密斯6号在北京向记者表示 我们非常重视部长及通讯的机密性 报道还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话说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是标准建议 我们知道部长会成为目标 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企图 新西兰新报主编陈维建认为 这种考虑措施非常有必要 现在中国是在这个网络上上面可以说是 无所不用集结的 作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他的手机电脑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在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当然是有必要做出这样的措施 据了解去年3月 史密斯的电脑与澳总理和外长的电脑 都被黑客入侵 有关黑客被认为是来自中国 但北京完全予以否认 对于入侵人个人的手机 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因为中国以前完全是非常无耻的 他这些事情他也不在乎 不过澳洲国防部长办公室 拒绝评论有关报道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 宪政学者王天成则认为 澳防长的这种做法 公然给了中共政府一个耳光 不过澳洲议会外交事务秘书 马勒斯说 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 澳洲关系正逐渐增强 西方政府显然深知 中共政府的不光彩行为 为什么还要加强和中共的合作呢 陈维健指出 西方政客把利益视为最大的需求 特别在近几年 西方社会经济不太好 在经济上就会求助于中共 西方跟中共打交道 很容易通过一些政治表态 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利益情况下 他们是非常乐意跟中共打交道 任务去西方所得的利益 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 你只要姿态上低一点 就可以得到大量的订单 4月初首批驻扎澳大利亚的 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抵达澳洲北部驻地达尔文 史密斯说 在澳大利亚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回应中国和印度在战略和政治崛起的一种姿态 今年稍早 澳洲政府因为担心遭到中共网络攻击 禁止由中共军方退役工程师 创立的电信设备商华为 投标澳洲宽频网络建设